我们来谈谈几个最重要的生物过程中的一个 坦白说,如果这一过程不曾发生过 也许地球上将不会有生命 并且我也将无法为你们制作这个视频 因为我将找不到地方切实地获取食物 这一过程被称作光合作用 而你也许会相当熟悉这个概念 这个整体的概念是关于植物的 而实际上还包括细菌、藻类和其他一些东西 但我们通常是将它与植物相联系 简单来说,我们通常将它与植物相联系 也许我们小的时候就已经学到过 植物是通过这个过程吸收二氧化碳 加上水和阳光 并将它转化为某种糖类 或者说是某种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或者说是糖类加上氧气 显然,对于作为一种生物的我们来说 这是两种意义深远的东西 第一,我们需要碳水化合物或者说是糖类 来为我们的身体提供能量 你们在细胞呼吸作用的视频里已经看到过了 我们通过细胞呼吸作用消耗葡萄糖 进而产生我们全部的三菱酸腺肝 而葡萄糖实质上是一种碳水化合物的分解物 或者说是复产物 这是我们的细胞呼吸作用中最简单的一个过程 然后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获取氧气 再强调一次,为了分解葡萄糖,为了呼吸 为了进行细胞呼吸作用 我们需要呼吸氧气 所以说这两个东西是生命的关键 尤其是呼吸氧气的生命 这个过程除了是个有趣的事实外 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周围有着能够利用阳光的生命体 而它们大多是植物 在9300万英里外的太阳里发生着聚变反应 而这聚变反应释放出光子 其中的一小部分光子穿过云层和其他的什么东西 最终到达地球表面 然后这些植物细菌和藻类才能够以某种方法利用这些光子 并将它们转换为我们能够食用的糖类 或者也许牛会将它们吃掉 而如果我们不是素食主义者的话 我们会吃掉牛 然后将它用作能量 并不是说牛就是的全部碳水化合物 但它本指上是 用作提供全部我们所使用的 其他重要化合物的燃料或者能量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得到全部的燃料的地方 是动物的燃料 或者如果你直接吃掉一个土豆 那么你就直接获取了碳水化合物 不管怎样 这是对光合作用的一种非常简单的见解 但它并非错误的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必须知道一件有关光合作用的事 这就是了 不过让我们探究的深一些 并尝试进入它的核心部分 看看我们是否能更好地理解 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我发现令人吃惊的是 阳光中的光子以某种方式被用作创造这些糖类分子或是碳水化合物 我们来进一步探索 我们写出光合作用的一般方程式 好 我差不多已经将它写在这儿了 不过我要把它写得更加科学明确一些 从二氧化碳开始加上水 然后我要用光子代替阳光加进去 因为是光子真正激发了叶绿素中的电子 也许在这个视频中你将会看到这一过程 我们也将会在接下来的几个视频中更详细地了解它 被激发了的电子进入一个高的能量级 接着随着它转入一个较低的能量级 我们就能够利用其释放出的能量来产生ATP 并且你将会看到还原型负酶2 而这些将用于产生碳水化合物 马上就会讲到这些内容 接下来讲一下光合作用的概述 以这些成分开始 然后以碳水化合物结束 碳水化合物可能会是葡萄糖 不过并非一定是葡萄糖 所以我们可以用CHRO作为碳水化合物的通式 并且我们会在这里写上一个N 这样我们就能把这些乘以N的倍数 通常情况下N最少会是3 对葡萄糖来说N是6 葡萄糖表示适中有6个碳 12个氢和6个氧 这就是碳水化合物的通式 不过可以是那一部分的很多倍 可以是很长的链状碳水化合物 以一种碳水化合物结束 然后再加上一些氧气 这一部分所讲的并没有非常不同于 我在第一次的概述中 在这一部分所写的 关于我们一直如何在头脑中 想象光合作用的内容 为了让这个等式两边平衡 我们一起来看看 所有N个碳原子 所以我在那儿也需要N个碳原子 我在这儿有2N个氢原子 这里是两个氢原子 而那里还有一个N 我在这里需要2N个氢原子 所以我在这儿加一个N 我们再来看看有多少氧原子 2N个氧原子再加上另外一个N 所以一共有3N个氧原子 这边我已经有一个N 然后在这里加一个N 这样这里就有2N个 我想这个等式这样就平衡了 这是关于光合作用过程的一个概述 但是如果你研究的深一些 你会发现这并不是直接发生的 而是通过一系列的步骤 我们才最终得到碳水化合物 通常我们可以把光合作用分解开来 我会再写一遍这个单词 我们将在以后的视频中 进一步探究相关内容 不过我想先告诉你们概述 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光合作用分解为两步 我们可以把其中一个称作光反应 或者有时它们也被称作依赖光的反应 实际上写作依赖光的反应可能会更好些 我就这样写吧 依赖光意味着反应需要光才能发生 依赖光的反应 然后另一种反应被称作暗反应 实际上这不是一个好名字 因为它在光环境下也会发生 暗反应 我用稍暗些的颜色来写这个词 我说它不是一个好名字的原因是 它在光环境下依然发生 大概它们称它为暗反应的原因是 这个反应不需要光 或是说光合作用的这一部分 不依赖于光子来发生 所以相对来说更好的术语是不依赖光的反应 清楚地说光反应实际上需要阳光 实际上它们是需要光子发生反应 暗反应则不需要光子来使反应发生 虽然它们在有阳光时确实会发生 但它们不需要光子 不过它们却需要光反应的副产品来使反应发生 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不依赖光的反应 它们在有阳光时会发生 但是它们不需要阳光 这一反应需要阳光 明确地说就是 这一反应需要阳光 需要光子 让我来做一个非常简短的概括 这也许将会让我们开始构建一个架构来更深的探讨 光反应需要光子 并且需要水 所以水参与到光反应 并在光反应的另一侧生成 我们最终得到一些养分子 这就是光反应中所发生的 我将就实际发生的是非常深入的探讨 光反应产生的是ATP 即我们所知道的细胞或者说是生物的能量货币 光反应产生ATP 也产生还原型腐霉2 我们学习细胞呼吸作用时 我们已经见过还原型腐霉1分子 还原型腐霉2与其很相似 只是单词中多了一个P 只是多了一个磷酸基 不过它们确实有着相似的机制 当有这个分子在这的时候 它就能够丢掉 我们来想想这意味着什么 它就能够丢弃这个氢原子 和与这个氢原子在一起的电子 如果你给出一个电子 或者其他物质得到一个电子被还原 让我把它写下来 这是一个不错的提示 OILRIG 它们表示氧化是失去电子OIL 还原是得到电子RIG 当你得到一个电子时 电量将会减少 它有一个负电荷 所以这是一种还原剂 它通过失去氢原子和氢原子的电子被氧化 我在有关生物与化学上 对氧化的表述 对比的视频中 有一个整体的论述 不过那是和这个相同的观点 当我失去一个氢原子 我也失去了 占有这个氢原子的电力的能力 所以在这里 当它与其他东西反映时 它是一种还原剂 它给出这个氢原子和氢原子的电子 然后其他某种东西就被还原了 所以这是一种还原剂 它的用处在于 当这个氢原子 尤其是于这个氢原子的电子 从还原型辅酶2传到另一个分子 并进入一个较低的能量级时 这些能量也可以被用在暗反应中 我们在细胞呼吸作用中 已经见过很相似的一种分子 还原型辅酶1 当它通过克雷布斯循环 或者实际上更重要的 通过电子传递链 给出电子 然后电子转入较低的能量级时 它能够帮助产生ATP 不过我不想让你们太过困惑 光反应要接收光子 接收水 它会产生氧气 而且也会产生ATP和还原型辅酶2 后两者会在暗反应中用到 对大多数我们谈到的植物 暗反应被称作卡尔文循环 我将会非常详细的讲解 实际发生在卡尔文循环中的事 它会接收ATP 还原型辅酶2 然后产生葡萄糖 不过并非直接产生 它产生 你也许见过 可以叫它三磷酸干油泉 缩写为PJAL 或者这三批 它们两个都表示 让我把这些写下来 这是磷酸干油泉 我的字迹有些潦草 或者你可以叫它干油泉3磷酸 两者代表完全相同的分子 你差不多可以把它的整体 简单地想象为三个碳原子 和一个依附于碳原子的磷酸基 这个可以被用于产生其他的碳水化合物 包括葡萄糖 如果你有两个三磷酸干油泉 你就可以用它们来生成葡萄糖 让我们再快速地做一个概览 因为这极其重要 我将会制作关于光反应和暗反应的视频 也就是接下来我要制作的两个视频 光合作用从光子开始 全部反应需要有阳光才能开始 不过只有光反应真正需要光子 光反应接收光子 我们将更详细地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 并接收水 生成氧气 生成三磷酸泉干 和还原型辅煤二 这两个将被用在暗反应 或者说卡尔文循环 又或者说不依赖光的反应中 因为这些虽然在光环境下依然发生 不过它们不需要光子 所以它们是不依赖光的反应 暗反应把三磷酸泉干和还原型辅煤二 用于合成反应 我们将会谈到其他用于合成反应的分子 哦我忘记了 暗反应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 暗反应需要二氧化碳 通过二氧化碳 你才能获取碳 用于不断生成磷酸干油泉 或者说是三磷酸干油泉 这非常重要 它接收二氧化碳光反应中的产物 然后在卡尔文循环中 用它们产生这个简单的 用于生成其他碳水化合物的基础材料 如果你还记得唐教解的内容 你也许会记得 三磷酸干油泉分子 它实际上是在唐教解中 由葡萄糖一分为二十的第一种产物 而现在我们讲的是另一个方向 我们要生成葡萄糖 这样我们才能将它分解以获取能量 以上是光合作用的一个概述 在接下来的两个视频中 我会讲的更深一些 告诉你们光反应和暗反应 到底是怎样发生的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